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为安124机头特写近日 据媒体报道 俄罗斯高层此前表示 俄罗斯航空工业正在准备重新启动安124超重型运输机的生产 据悉 这款运输机目前雄具全球起飞重量第二的宝座 第一名则是失出同门的安225超重型运输机 而此番俄罗斯将要重启安124运输机的生产任务 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而且有消息称 中国对于安124运输机也十分感兴趣 此番俄罗斯打算重启安124超重型运输机的生产 原因恐怕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重新启动安225运输机显然不现实 因为全球目前只有一架安复225解工厂也在乌克兰 另外一方面原因是俄罗斯近期解决了安124的发动机生产的难题 因而才促成了安124的重新生产 图为安复124和伊尔76的对比据悉 早先的安124由于苏联体制的原因 零部件生产厂家遍布苏联 大约有80%的零部件来源于俄罗斯 剩下的20%来自于各个加盟国 其中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乌克兰 尤其是发动机更是被乌克兰卡住了脖子 所以俄罗斯面对这种情况不得不再时教停安124的生产 开始研发新的大韩道比涡汕发动机来取代原有发动机 而现在发动机研发成功了 重启生产自然也就变得可行 回到安124本身上来 安124目前是全球出动频率最高的超重型运输机 主要提供商业运输出租等业务 安124具备了很多运输机都不具备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就是护舱空间大 安负124的护舱宽度达到了6.4米 高度4.4米 直观来看放进去一架武装直升机 或者是小型客机分段是不成问题的 而且它的运力也达到了150吨 在满载的情况下 可以飞行4800公里 最大航程能达到15000公里 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洲际飞行 徒为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 而安124的表现也非常的出众 2002年的时候 广州地铁2号线 购入了一批德国新型列车 而这批新型列车的尺寸 让长途运输变成了难题 中国方面最终租用了安负124来运输这批列车 这件事说明安124在运输超尺寸和超重货物方面的用途相当重要 而且在1994年法军干预卢旺达的时候 安124也承担了运输法军物资和人员的任务 俄军出动10架安124飞行了48个架次 就将2600吨物资和4000名全副武装的法军送到了非洲 这样优秀的表现 自然会吸引中国的注意力 虽然中国已经拥有了国产化的大型运输机 但是在运输超尺寸和超重货物方面 依旧有所不足 而此番俄罗斯重开生产线 中国若是能够购入 无论是民用方面还是军用方面 运输能力将会大幅度提升 因而现在中国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 就看俄罗斯能否如期生产出这款空中巨无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对